捡漏了 捡漏了 这里是我花了220块钱买的一个 非常神奇的硬币 就在这里面 这个东西可是不简单 那个卖家说了 这东西一减二一年生产的 是它祖上传下来的一个绝世宝贝 看来它是家道中弱了 这200块钱也要开始卖掉 没有办法 我对人都很仁慈的嘛 看它这么困难我就买下来了 那么它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块非常奇特的硬币 我们先看一下 还送了东西啊 还送了个链子 绳子 还有个铁链 那么这才是最主要的硬币 看到没有 哇哇哇哇 应该啊是一个银的 你看 这祖上可能是个外文啊 你看你看英文全英文 后面呢是个鸟 正面呢 你看这里是一个老头 这里是个小女孩 然后这个浮雕啊 看着挺挺挺旧的 有年代感 那么这个东西 应该是一个白金或者银质的啊 嗯 研究一下 我这货是个锡铁石啊 不瞒你说 这是一个锡铁石 你看 锡住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不是个铁的 锡不住啊 锡不住啊 那这就没有亏了 就白金的 如果不是白金的 那至少也是个银的啊 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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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硬币为什么要200多块钱呢 普普通通的样子啊 但是啊 这个卖家说叫我自己研究 他说这个东西可不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来摆多下这个硬币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人物 是一个什么人物啊 先来观察一下 这个图案 小女孩 跟这一个拿着剑的这个老哥 那就摆出 小女孩和流浪见识 这个人很落魄 应该是流浪的 找到了 少女和流浪见识 不得不说的故事 这不得不说的故事 让我想到了这女房东和男出客 不得不说的故事 这有点奇怪 点进去看一下 呃 找不到 诶 奇怪 这样吧 用扫一扫 诶 我找到了啊 看这硬币 跟我这个一模一样啊 然后他的主题是圣杯 圣杯是什么东西呢 居然是耶稣喝过的酒杯 诶 这里有说啊 就是耶稣撤走了犹大 然后和十一门徒 一起在喝那个葡萄酒的那个杯子 就叫圣杯啊 他 就是传说啊 这个圣杯喝了之后呢 用这个圣杯喝水啊 能够返老还童 又可以死而复生 哇 这就厉害了 但是 我在这个硬币上没有看到圣杯啊 这里有书啊 你看 你看 采用990银 和24k纯金打造 有两枚硬币切割后组合在一起 机械结构隐藏在内部 开启机关是由一枚圣箭 在顶端的缺口按下完成 哇 圣箭 诶 发现了 发现了 你看 可以拔出来 这把剑可以拔出来 你看 这么点点小啊 1921年 那么 顶部顶部 哦 这里有个缺口啊 我们现在顶下去 哇 看见圣杯了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圣杯啊 你看 还能固定在这上面啊 呦 弹错了 这可不好找啊 这个小键丢了可不好找啊 那么重新可以插回去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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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有点厉害啊 那这个东西 200多块钱 应该不会亏吧 你看 银也挺值钱的 对吧 看看有没有套上一摩 你说嘛 你说我赤字转了 看看看 2280块 一模一样的 厉害了 诶 我还在网上找到了 关于这个硬币的机关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机关 老姐们这就是 胜碑设计模型大枣 若我们工作时 和世界机械耐耗者们的分享 伟大的艺术家 是故事的大耐火家 猫个闹力给 只有原创 才有灵魂抄袭 只是行走的皮囊 厉害了 这个小硬币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那其实呢 这种硬币有很多 像这种机关硬币 有非常的多 还有些俄罗斯老哥们 特别的擅长做这种硬币 他们是真正的用那种 骨熟的硬币 然后来雕刻 设置机关 这样子成为一个 可以有收藏价值的硬币 那我手上这个八层是副字体 诶 诶 带着玩吧 好了 那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评论点赞关注我 拜拜